哒嗒,哒嗒嗒嗒嗒嗒,哒嗒嗒嗒嗒嗒嗒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姻缘小剧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大家见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的是中国美术史 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迅蒋老师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史蒋迅老师 要我们介绍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地方工艺 是我们提到春秋战国曾经用一个 大家很熟悉的名称说百花齐放 那百花齐放绝对说明一件事就是 一种多元风格在出来 那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们知道商啊西州 当中央的权力很大的时候 其实不太容易有地方风格出来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中央风格变成一个统一性的东西 大家就学这个中央风格 那不是说地方风格完全不存在 而是说它会尽量的放弃地方风格 去模仿那个中央风格 所以我们看到春秋战国因为它是分裂的 我们讲到春秋的时候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其实很多人都误解认为只有五个国家 或七个国家 春秋有一百多个国家 就是五霸其实是最大的五个国家 它有很多小国家 像陈国 蔡国 像中山国 大概比我们现在一个县还要小的那种小国家 多得不得了 所以每一个地方就开始有一种自主性 那所谓的自主性就是因为它政治是独立的 就周天子管不到它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它依据它自己的地方特色 它就会发展它自己的特别文化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春秋战国出土出来的东西 你会发现北方南方东方跟西方都不一样 风格都不一样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现在看到一个叫做商这个东西 它是木头做出来上面上漆的 这是楚国的东西 所谓楚国就是今天湖南湖北这一带 那么在春秋的时期它其实是一个新的国家 比较年轻 它在南方 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湘江这个地区 然后它比较南方 所以气候比较温暖 然后树木很多 因为河流很多 所以它的树很多 然后它有很多的油漆的 产油漆的漆树 产油漆的漆树 所以这个地方的漆树就非常的有名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那为什么工艺里面北方都很少有漆树 为什么在两湖这个地方很多漆树 因为它树木多 然后它有漆树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地方风格是跟它自己的特别的出产 它的生态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就很多木雕的东西 很多用油漆做出来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容器 它是用黑色的漆打底 上面用红色的漆来画那个非常漂亮的线 我觉得这个线本身也是楚国风格 我常常称呼这个线为一种 古代的无线谱 它完全像音乐一样 它的原点跟粗线跟细线的流转 里面有一种音乐的旋律性在里面 非常的漂亮 我们知道因为楚国是一个很浪漫的民族 像我们读到屈原的楚词 它里面有很多神话 很多的酒歌啊 这一类的东西 对天上的神的这种幻想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抒情 比较浪漫的民族 其实现在南方个性还是比较如此 因为北方比较冷 冷的地方人很难浪漫 因为他就比较辛苦 所以他就比较务实 那南方就比较潇洒 比较悠游 其实我们现在讲北方南方风格 还是这样讲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楚国的风格就构成一个很强的地方色彩 所以它的漆气 它的木雕 它的一种抽象的象征旋律的东西 就会变得很强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大概在最近二三十年里面 河北这个地方 有一个国家的东西出土 这个国家叫中山国 那中山国其实很小的国家 可是我特别举出中山国 是因为中山国出土的东西 其实风格很不一致 那我的感觉是说 因为当时有很多小国家 然后因为春秋战国的时候 你打我我打你打来打去 可是也就是一种沟通的机会 因为战争常常会把一个国家的东西 带到另外一个国家 就跑来跑去 所以中山国现在出来的东西 风格非常不一致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 有一种青铜的这种技 有一点像武器一样的东西 它里面有一种庄严 有一种伟大 有一种厚重的这个感觉 那么我们看到中山国出来的东西 都不完全一致 不完全一致 它有一些东西比较可爱 有些东西比较轻巧 所以这是我特别举中山国的原因 我觉得中山国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国家它自己本身很小 所以它也有很多东西 可能不一定是它自己制作 而从外面来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一个陶座的一个尊 是做成一个鸭子的造型 可是这个造型非常的可爱 你会发现说 这个也是春秋战国的特征 就是如果在周天子权力很强的时候 工匠不太敢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讲过说 在一个严肃的中央很强的时代里面 东西都非常的严肃 可是那种地方分裂的时代 谁也不管谁 所以那个工匠就可以玩出东西 所以我一直很羡慕春秋战国的工匠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自得其乐 因为他们就是掌握技术的人 上面没有压力了 所以他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们可能就是 其实工匠就是民间老百姓了 所以家里也养了很多鸭子 看到鸭子在那边摇摇摆摆走来走去 觉得很可爱 他就把一个贵族要他做的一个酒器 一个尊 前面加一个鸭子的头 后面加一个鸭子的尾巴 底下加两个鸭子的脚 就变成一个鸭子 那这个我叫做创意 就是说这个时代因为没有约束 没有限制 没有上面来自上面的压力 甚至这个压力有时候是可以致命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商周的时候 这些贵族命令一个工匠做东西 做不好就杀头的 所以在那个状况里 工匠根本不敢随便乱做 可是到春秋战国的时候 天高皇帝远 所以没有人管到他们 他们就可以玩东西了 那我们再看一个中山国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就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有点像蜡烛台的东西 当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点蜡烛 可能是点油灯 它一共有十五盏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圆盘的部分 都是点灯的部分 一共有十五盏 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像树枝的形状 往外面延伸出来的竹台 然后它做成一棵像树一样的感觉 我们看到这里用了非常了不起的青铜工艺 因为青铜工艺不只是在做竹台 而且它把这个竹台象征成一棵树 所以我们看到树上面有一个像蜥蜴的东西爬在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有一个长长的一个爬虫类的东西 蜥蜴的东西爬在顶端的部分 那么这个工艺本身如果技术不好的话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的 这么巧的一种线条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些猴子攀爬在树上 还有鸟 还有鸟在树上 所以这一棵树同时也是竹台 它一方面是点了灯以后 构成一个照明的工具 同时它又象征一棵树 上面有各种动物在生存在这个树上 它产生了双重的那种非常可爱的状态 然后竹台的底端是一个圆盘 那么有人蹲坐在这里 看着树上的猴子在跳跃 然后底下是有点像老虎的动物 去拖住这个圆盘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工艺的作品 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看 我想如果有一个公司生产了这样一个蜡烛台 可能很多人还会去买它来用 因为非常的可爱 我们现在放大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猴子掉在树上的感觉 也非常的活泼 就是一放大以后你就感觉到说 它这么了不起 它的工艺的技术里面有一种可爱 有一种人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那种 我觉得有一种喜悦 所以我会觉得春秋战国当然是一个乱世啦 很多的战争 可是很奇怪 工匠老百姓表现在工艺里面反而有一种开心 因为最主要是他们没有 他们少掉了一种封建的压力 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高兴的按照他们样子去表达 他们对于美是什么 他们在技术上没有受到约束 没有受到约束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春秋战国时候的地方工匠 这种地方色彩被高度刺激了出来 而且这个地方工艺可能来自不同的东西 我们刚才提到楚国 楚国在南方很自由很浪漫很富有 充满了幻想 所以他做出很多他们这种 有点变形的浪漫的东西 可是慢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比如说像北方的某些国家像秦 秦国就是在今天的陕西 那这个地方是很冷 而且土地很干旱 很不容易种出东西来 所以我们看到秦国出土的一个犀牛的 造型的尊 它是高度写实主义 我们说写实就是说 这个犀牛常常被世界的艺术史上讨论说 连犀牛的脚 包括那个犀 我们知道犀牛的眼睛是视力非常差的 就是犀牛眼睛常常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 所以它常常会撞到树上去 那眼睛的感觉 还有那个犀牛的皮非常厚的那个感觉 全部都被做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说 秦这个民族 他非常的务实 他觉得艺术一定要做东西 一定要做得很像 所以他跟刚才我们看到 楚国的那种浪漫 以及抽象的表现 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叫做地方风格 所以因此我们也看到 一直到现在 我们会觉得陕西的艺术作品 跟湖南的艺术作品 可能会不一样 那江南在浙江这一带东西 可能跟河北会不一样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气候 他自己的气温 他自己的地理条件 他自己的一种生态环境 所以艺术家生活在那个生态环境 他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一定就会不同 我称这个为地方风格 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说 分裂的局面 有时候刚好是刺激你去思考说 你的地方色彩是什么 你跟其他地区的不同到底在哪里 所以等到秦始皇在公元前 221年统一六国之后 其实我们会发现 政治上他统一 可是文化上 其实他保留了每一个地方 自己独立的特色 所以骑鲁的东西 因为他靠海 他的文化也不太一样 验照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会希望大家了解到 什么叫做地方风格 就是你看到这个时候 出来很多非常可爱的东西 每一个地区就在努力的思考说 我跟其他国家到底不同在哪里 因为我们了解到当时 因为它是独立的国家 所以每一个地方 他有机会思考说 我最大的特征在哪里 我们这里看到一个青铜的怪兽 我们看它吐出一个很长的舌头 现在有人在专门考证 在春秋战国有一种吐蛇怪物 它基本上也是在楚国这个地方出来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幻想的动物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时候 这个动物的头部上还出来很多小的头 然后它的尾巴上又出来一个头 然后它又吐出一个舌头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仔细看 这边是它的尾巴 可尾巴的尾端又出来一个 跟这边一样的头 然后吐一个舌头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幻想 甚至有点卡通式的一种动物形象 可是这个东西绝对是在楚国 这种文化才出来 它如果在北方很务实的文化 不会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对比出 刚才看到的秦国的犀牛造型 跟楚国的这种怪兽的造型 一个是充满了具体的描绘 求真的写实主义的 一个就是充满了幻想性 那今天如果喜欢这种 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家 就会很喜欢楚国的东西 因为它会满足你的幻想感 就是有时候你在儿童画里面 你会觉得它会幻想 可能一个头又伸出一个头 一个头又伸出一个头 其实很多一种梦幻式的 这种造型的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春秋战国 对我们今天弥足珍贵的是 它没有用中央的一统性 一致性的美术风格 去压抑地方风格 它鼓励你多元化 所以这个多元化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 应该非常非常珍惜的 其实有一天 我们发现说 政治上一统是一回事 可是文化上 其实一定是多元才会有创造力 因为文化上趋向于一致性以后 很危险 因为它的生命力会缺乏了激荡 缺乏激荡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那春秋战国 你觉得哪一个地区的美学 是最了不起的 可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陷阱 因为我会觉得 百花齐放表示 每一个花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而且是不可取代的 就是说这个花园里 每一朵花都是弥足珍贵的 它生长出了 它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特征出来 甚至我们看到 春秋战国的时候 由于它有很多 边疆的民族 跟外来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黄金崇拜 这种东西 所以它会出现 很多的艺术作品 完完全全不是 本土经验的东西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老虎 它是黄金的制品 然后嘴巴里咬着一个动物 那像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认为 它是北方的草原民族 从西伯利亚大草原 带来的文化 那这一支文化 基本上不太是汉族 因为汉族已经农业 农业太久了以后 它比较少掉这种野兽的表现 那所以 比如说我去俄罗斯的时候 我在俄罗斯的博物馆 看到很多这一类的动物造型 就是很野的 嘴巴里咬着一个动物 它强调的是这种 动物跟动物之间 搏斗的这个造型 大概在整个俄罗斯的草原 一直到今天的土耳其这一带 然后一直下到中国的蒙古 这个大草原上 都有这一类的艺术形态 可这一类的艺术 可能出现在 春秋战国时候的 燕照 这些国家 因为燕就是今天的东北 照是今天的河北山西 他们是刚好跟北方的 游牧民族接近的 所以他们就会把 外来游牧民族的这种艺术风格 带进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当中 看到了多少不同的风格 还有比如说 像最东南边的吴越 这些小国家 也曾经创造出 他们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特别要强调说 在某一个分裂的局面当中 其实是大好的机会 你可以把地方的某一种特征 高度发展出来 就是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 可能戏剧上 比如说京剧 它是一个首都的戏 所以它有一种融合风格 可是比如说台湾的歌仔戏 它有它歌仔戏的特征 那有一天 这个歌仔戏也可能会提供给京剧 一些创造的可能 就是唱腔上新的可能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地方的工艺 反而有的时候 会使中央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主流的文化 去思考地方发展出来的 某一种美学特征 所以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期待地方工艺 有一种活泼的多元发展 而这个多元发展 在不受压抑的状况里面 这些工匠反而得到了 最大最大的鼓励说 我可以自由地去创造 所以如果把它 整个当时的这个版图 拉开来看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提到说 好 燕照发展出了 北方游牧民族的 一种野性风格 秦发展出了高原上 西北高原上的 最务实的写实主义风格 齐鲁靠海边的 有一种神仙思想 所以它比较的 有一种幻想风格出来 可是幻想性最高 加上神秘主义的 是南方的楚国文化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版图 就很清楚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风格甚至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在所谓的 笼统的中国艺术史当中 应该要尊重的地方风格 存在的一些特征 那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 谈中国美术史 中国美术史 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概念 因为我们只抓主流 可是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其实它还有主流之外的 其他多元的发展 比如说四川 四川在秦始皇之前 一直是独立国家 就是蜀国 那我们曾经讲过 三星堆的那个人像 是中原没有的 那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灭掉了蜀 他就把这个人像 带到了中原 所以秦始皇的墓里 出现很多人像雕刻 绝对跟蜀文化有关 是四川的地方文化 提供给统一以后的秦文化 一个先导的这种思考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特别要强调说 公益的地方风格 绝对是弥足珍贵 那不要小看 任何一个最小的地方 它可能将来提供给 这个一统性的文化 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会在这里面值得我们注意 是 好精彩 我们要非常谢谢江老师 为我们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地方艺术 谢谢 谢谢蒋老师 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蒋导播 与大家电视台现场 所有的工作人员 艺术小区我们下次再去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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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